大家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贵阳的前村立交 他被誉为中国最复杂的立交桥 他有几十条扎道 四通八达 像是缠绕在一起的线团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呀 专制各种不符的老司机 导航走上去都不一定知道怎么走 确实是太复杂了 现在呢带大家去现场看一下吧 大家好 我现在在贵阳 贵州这个地方这是第五三尺坪 到处都是大山 所以在这个地方修路啊什么都很难的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贵阳最复杂的那个立交桥 来往这边看 哇塞 看那个立交桥那个桥墩有多高 那就十几层楼了 然后再转到这边 看这个桥墩子有多少啊 难得有一块平地 全都修的桥了 这个立交桥特别的复杂 一会我飞无人机起来看一下 中国最复杂的立交桥 这个地方跟重庆很像啊 都是三层 我是从那里过来的 那里是一个BRT公交站 下了公交以后一直从这里走下来 然后再沿着这个台阶走到那下面去 当地人都住在这个下面 他们坐一趟公交真是不容易呢 你看这个桥墩子有多高 呃 他最高的落差有55米呢 我开在开车载走在这上面就像云端的感觉啊 最高的是远处那个地方 这一条呢是走火车的那个高铁的桥啊 现在正好来了一个火车 那个的高度更高 其他的这些立交都是走汽车的 我和石头哥过来 特意看这个立交桥啊 我俩也是拼了 看个立交桥这个 走这么远的路 先给大家在地图上看一下这一带的立交桥 大家看这个地图 我这立交桥特别的复杂 一圈一圈的 这如果是外地人来的话 这开车上去都下不来了 你要是走错一条路的话 这都是贵阳一日游了 老司机都害怕这条路啊 大家从地图上看到的这个圆圈 就是我现在的这里 看前面那个大圆盘 我打算航拍一下从空中 俯视一下这个最复杂的立交桥啊 然后看看他这个桥蹲着真的是很壮观很壮观 这个就是贵阳重名的前春立交 现在我就飞无人机 呃 带大家看一下他有多壮观 不宜得太轻人的电路 看起来 我们在这一带 这个位置的地方 这一定是不一带 我们在这一带 我现在在这一带 这个地方 要不要打算 要不要打算 这一带 这个地方 我现在在这一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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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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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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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